郝先生55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 萧女士55岁来自山东各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郝先生是单到55了对吧 是 过去55年来 没有对哪个女生心动过还是 年轻278岁的时候 谈过一次失败的恋爱 过去之后呢就一直没谈 这一伤伤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您是吧 两位是在交友群里认识的是吧 对 谁主动追的谁啊 我主动 我主动 您主动啊 您当时怎么就看上 是在一个相亲群里 认识他了以后 我看他没有孩子 单身 我感觉现在半路里夫妻 双方都带孩子很难处 所以我就 我们俩就互相愿意了 可是这是您愿意啊 您是为什么愿意呢 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他挺阳光的 并且呢挺吃苦挺朴实 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地感觉性格上 一些问题就出现了 现在接触了多久啊 一年吧 所以小片里面说到那些 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吧 是 那就您给说说都哪些问题 好像我听的就是什么 在群里还跟其他的异性交往 是这意思吗 是 在这个群的认识当中啊 我让他退去 他不退 在群里夹着一些 单身的女士 食料 食料里内容还在三处 我会问他为什么三处 食料里头是什么内容 哦 我们是一个相亲群 现在呢 我是一个负责人 我是群主 要了解群里的女群友 和男群友的一些基本情况 很正常的一种聊天 它呢 可能产生了过多的误会 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 您的解释是 因为我是这个群的管理者 所以我必须得聊 是这意思吗 是 不对 这个单身群啊 是只有两个 自己的建立 自己的自我介绍 都在群里 看适合的都只有自己家 你为什么家女的食料 啊 这个解释啊 他不信 啊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我们群 四百多个人 要开门进群 我要了解一些 基本情况 是不是单身 是不是未婚 等等等等 进群的时候 大家在群里都说 群主开门 我拉人 这是公开的 你为什么背后的家食料 我要了解进群人的 基本资料 还有一次 群里在聚餐 聚餐的时候 你都自我介绍 介绍的时候 那些老大结账的 臭的 他不兴奋 看着美女 介绍的时候 特别兴奋 美女也漂亮 我感觉 听到我很不舒服 每次我们群里聚会 基本上都是我主持 来提高我们 就餐的气氛 你气氛 为什么不一时通人 为什么看着漂亮的 这么气氛 看着仇的不气氛呢 还有一次 在聚餐的时候 门口就有座位 那些老大结 进门就坐 最后来的漂亮的美女 那门口有座位 有空座位 你为什么让美女 过来坐我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让美女 坐到你这一边呢 是因为我对你有了 一定的意见 我想怼你 明明都知道 我们俩在恋爱 你不坐在我旁边 让别人感觉是 我来的时候 我也聚餐起来 我再来的时候 你都不说 过来坐我身边 你为什么看着美女 让她坐在你身边 看着那老大姐 就不坐在身边 你思想有问题 还有一次 我那刚刚认识她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 在聚餐的时候 她跟那个女的驾驭 那俩相处一年多了 我发现她受急 她又约人家吃饭 你有对象了 你为什么约她吃饭 我跟你说一遍 我单独没有和我们群里的任何一个女人 去私聊吃饭着 叫她一起吃饭 全是我们几个男的群里和女的 群里这么多女士 你不求你为什么约她自己一个人吃饭 这位女群友非常能喝酒 非常男人脾气 我们几个群友 一般喝酒的时候都愿意叫着她 还有一次 再一次她说旅游去 晚上的时候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打开她手机一看 人家导游问她 你单身吗 单身 导游说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她说行 你为什么给导游说单身 你给我摊着对象 你为什么给导游说单身 本身这件事情 出去那是一个落单 一个特价 人家问了情况的时间 人家才二十来四的一个女孩子 你晚上一接人的视频电话 劈头乖脸的 让我非常非常没有面子 完全是你一种误会 让人很吃不消 是 她晚上打回来视频 你的这种奇迹性格 让我对你的从今有了一个看法 太小心眼了 有好喝酒 有好抽烟 趁年代去你经常聚餐 喝酒 抽烟 行 这日子过得 能退群吗 原计划早就想退群 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交代好 叫交接工作是这个意思吧 是 还没交接完呢 这一段时间 由于我们闹矛盾 让我心里非常非常反感 非常非常地疲惫 所以其实退不退还两可了 到底是退群还是退交往 就不一定了 是这意思吧 是 哈哈 哈哈 好